年金改革7月1号起实施 退休公教人员担心自己的退休权益受损 南投县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日前特地举办一场年金改革说明会 除邀请律师解说相关诉论等等的法令规定之外 理事长吴光勋并颁发顾问聘书给张维华议员 看到我们这么多将近有一千人来到现场 我感觉到这一次的诉状 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 因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办法这样子抵制 我们这个7月1号所发令下来的新的这个法令 那这一次的这个法令对我们公教人员是非常不公平 而且不合理的 特别是这个溯及既往的部分 还有这个信赖原则完全没有符合我们宪法 县长林明珍表示年金改革让公教人员损失惨重 7月1号开始薪水就减少了一半 尤其现在这个年金是过期订得非常合理 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一改革 让我们所有的公教人员损失非常的惨重 目前这个依照这个年金的核算 他们现在从7月开始就减了一半 剩下三万多退休人员年纪都大了 有时候生病还各方面还要护养家庭 实在是有一个不足的现象 县议员张维华表示目前政府追溯既往 有违信赖保护原则 他鼓励大家团结一起4月21号一起到台北申诉 表达争取自己的权益 这次特别由我们邱律师来配合我们所有的联署的公教人员 一起来上去 包括我们这一次的4月21号 大家一起到台北来申诉 那希望能够把这一次的这个7月1号的这个法令 能够借由这一次的机会来把它视线出去 那我们这一次借由我们邱律师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需要进到这个高等法院 来这个诉讼 只要大家团结起来 那不管时间拖了多久 可是我们还是必须要做这个程序的动作 年金改革方案即将实施 张维华议员关心退休公教人员权益 希望借由申请示线 保障退休公教人员权益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 请示线